伯爵哥 好 把猴子送上了班位 我覺得還是得BAN 然後一句想法就是讓我拿伯爵哥 你現在是沒有腳躍了 這搶盲身的話其實 IG這裡可能更多的就還是可以去拿 比如說男槍這樣的英雄來對抗 趙信在這個版本受到了一定的加強 他的被動的一個治療量 以及風產電池的傷害 以及法力消耗會隨著技能等級的提升而減少 那一個打野的趙信W技能也是至少是負點的一個技能 所以還是有比較大的收益 折力 來了 我們今天12點11聊了這麼久 以及搭配什麼英雄 烈娜塔 這個組合其實在春季賽是比較少見的 也是一個對線比較強勢的輔助 而且這個英雄其實他的W給到 團隊的收益很高 尤其是這個下路組合 是 我覺得感覺也有點就是破壞對面的一個卡列吧 那IG並沒有在前三手想保一個復仇之毛的輔助 而是讓月開這裡先選中單 然後後續去封鎖 Scott的英雄 現在在考慮的是炎雀還是冰女 月開也是在春季在夏季賽之初 比較喜歡去用塔利亞的選手之一 因為有一些隊伍明顯是對這個英雄不偏好的 前三樓穩穩地把這個英雄按掉 第二輪中上的一個攻防站 看一下這邊怎麼去考慮 所以這一把就是其實看IG的想法了 因為上一局我們說EDG四樓出奧恩 我覺得主要那個位置可能一開始真的是射裝泥 但射裝泥被BAN掉以後 替代品是選擇了一個奧恩 是 還是選擇直接把豬妹先送上班位 是 IG這裡我感覺上路BAN坦克的 上路拿坦克的概率是相對低的 是的 有紫卡的風格嘛 尤其是在紅色方還有一首Counterweight可以去拿 是 泰坦送上班位是沒有任何問題 也想看看洛的加強以後會不會回到賽場 因為副頭之毛加洛其實是一個很經典的先手組合 因為哲利這個英雄你要打 普通的控制要控到他的難度是相對高的 他太靈活了 尤其在下路對線有個強 把兩個大前排全部給扳掉 因為畢竟這一把的AD是個卡里斯塔 然後中路又是個炎雀 是不太好去處理這些到後期很肉的英雄的 那下路應該還是要打一個先手輔助 ETG應該會再ban一個先手輔助 畢竟你炎雀都選了 當然上路有Counterweight 所以這把聖槍哥上路盲亮什麼英雄也很重要 我覺得現在豬妹的地位有點獨一無二 就是他是個坦克 他讓他前期的對線能力有點太強了 就他作為一個坦克他能推線 然後一打一一些戰士前期也不虛 寶塔來了嗎 哇這是我們春季賽就看過的IG 一套強先手的一個組合 塔里克的一個加強 寶石王子的Lukas現在叫做心流 我感覺選了吧 我個人很期待 來了 現在Q技能你點高 不會增加Q技能寶石的一個籃號的量 讓寶石這個英雄是線上的奶度是增加了不少 因為很多寶石其實前面可能要墊一個 你不墊女神類至少要墊一個仙女護服 要不然Q一Q就沒藍了 那這把IG組了一個比較主動進攻的團戰體系 一定去這邊擺一些團前消耗的poke點 把飛機鎖了下來 看一下上路的安排 外賽區感覺是影響到LPL最高的就是這個英雄 對吧就是酷騎的一個大量出場 就現在飛機選出來 所以也有很多 就因此維克托也慢慢的被抬到了賽場上面 因為他是一個傳統中路好打飛機的一個前期英雄 最後一手 盲選出凱南 也是補一點控制吧 看一下IG了 都是版本今天我們前面前戰的時候有說加強的英雄 很有12.11的味道 打凱南刀妹確實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而且 在考慮到底是青鋼影 青鋼影可能更多的就需要 終點來上路幫一下 一打一戰的便宜可能沒有到那麼的大 最後選下青鋼影 但這個體系擺出來的話 感覺EDG如果在正面拉扯的比較好 練得好這個大招 其實對於IG這個陣容 還是有蠻大破壞力的 我覺得他最後選擇青鋼影或刀妹 就是為了 就是理由是一樣的 就這一把其實寶石帶炫光的人很多 而且帶青鋼影的話 他畢竟是有一個先手的一閃踢暈街大招 還有在家寶石的炫光的話 這把就看EDG的雙膝拉扯能不能做到位 以及MACO的一個保護 因為很明顯的是毛雨頓的攻防 對吧 就帶於EDG這裡 面對IG的一個強先手陣容 他們要的是去爭取發育 要的是烈娜塔的一手二一收購 能爭取到雙膝拉扯出空間 而哲利這個版本 剛剛也沒有聊到一個就比較有趣的事情是 就是他的W技能現在擁有穿牆以後 他會有一個暴擊的能力 那這個暴擊一樣可以去獲得 比如說更高額的大招的超負荷的這個充能 能獲得一技能的這個減免冷卻 雖然這個是削弱了 就現在暴擊一次是減1.5秒 然後沒暴擊的話普攻是減0.5秒 這比之前是做了削弱 就是不能讓他的一技能這麼快的去刷新 那他的機動性又這麼強 傷害又這麼高 那又變成了一個後期處理不了的ADC 又變成了一個可能加強玩 但是是在班位上的英雄 所以也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所以可能還是要平衡一下 對那剛剛想跟觀眾在進遊戲裡面聊的是說 現在出現了所謂AP哲利的玩法 我個人是推薦大家如果是極力玩家 真的可以在隊友允許的情況下 比如說AD傷害已經夠了 你玩一把那個真的很帶感 因為我昨天也體驗了一把 就是那個強穿激光 終於有那個就技如其名的感覺了 他真的就是很痛 對 你爆一下是幾百的那種魔法傷害 法爆哲利 當然比賽裡面 這大概率就是知名節奏的 傳統的這個暴擊流了 現在一般就是拿盾弓來增加自己的一個生存能力 是 但看了排位 其實現在這個W如果穿上 真的能在線上對線期打到人的話 還是吃不消的 嗯 就傷害太高了 是 但值得一提是 哲利現在充能的普攻的那個減速是被 被移除了 雖然增加了W技能一定的減速時間 就哲利現在沒有那麼的賴皮了 就前期你要追擊 比如說殺了對面的一個輔助 然後你把AD也追死的概率會稍微下降一點 來 來 來 IG一起想來搞事 有寶石 約開這裡先一個人肉頭 Scott也是開著一技能過來掃 但IG這邊三個人忽然肉頭 趕緊往後拉開 是的 也不想追 知道Scott這裡畢竟是有閃現 很難追死 這邊沒有一個強先手控 那個距離也沒有心流易閃的空間 過來強行壓縮你的野區 傑傑自己上半步往商量開了 這種通常路野玩 烈士的異級團的打野就是這樣的選擇是最不虧的 美可過來 藍尼雙人組回線 Q技能拉暈一下 近戰的三個小兵是全漏了 是的 一級炫光直接進化解 找用找CD 回頭 Q技能一直在點 也不想被你打狀態 這把烈納塔在 EDG手上 配哲力 可以很大的加強烈納塔 加強下路的對線的一個強度 畢竟哲力一級是 前期是比較弱的 尋二級 繞了一下 從下半區 繞到自家 野怪這一籃 傑傑就是去反格來 換一片 換野區了 反正你上路 紫卡前面是推不了聖槍哥的線 反正紅區反了之後 其實上路也會發育比較舒服 給到青槓一定的壓力 下路直接是壓線過來了 二級有了QE的副頭之毛的一個爆發 即使你有烈納塔還是要給一點尊重的 是 因為這個等級其實因為一級他們去排了一個視野 所以並沒有受到什麼影響 這掉了三個進戰兵 但有一個視野的額外經驗 還拉了一下 中路W閃 很有機會 傑傑突如其來的一波突襲 反完對面的一個紅以後 直接來中 來的時間比較早 約開沒有反應過來 雙招沒交 被伊迪俊拿下一線 下路這波有想法想動手 一閃畫宣光想直接殺 但是有守護者 FIP還沒倒 終於是熏著三下擊飛 拿到人頭 但是 扛塔的心流這裡也是倒下 比較可惜的是 輔助拿的人頭 但也是壓縮了VIP的一個塔下的一個經濟 拖了蠻久的一個時間 都不管是虛弱呀 Mako身上的虛弱守護者 給VIP拉扯多了一點時間 這波IG要越這麼早越 其實寶石大概率是要交代掉的 但輔助換你AD大概率也是IG賺 但人頭沒有交到AD或者是打野手上 心流復活出來 自己加AD回家來中路幫忙推波線 這把心流還是電的女神咧 來看一下中路這一波 這波也沒有鋪茫茫焦土 是的 就打著打著可能中單 聘了一下說感覺有機會 就直接過來了 哦 哦 這位置其實是拉開了 閃得太左邊了 就VIP拉在 又騙心流 他要一直往左邊拉 導播的這個慢放 視野是非常的精準 是的 下路月塔算是有點失誤吧 但最終是月成功 但EDG是不虧的 上路 薰第一波是去下路月人了 沒有在六級前來幫忙一波青鋼影 青鋼影在對線的過程中還是被壓制 好 這是 復仇之矛在下季賽的一個數據 可以看到整體上面來說 這個BP率 出場率加倍進率加起來是87% 還是個非常高的比例 勝率也是又是55 主要對抗幾個版本主流的英雄 他都是有主動權的 而且又不吃輔助的一個搭配 打一擊優勢 打賽納塔姆 一般來說也是優勢的 是的 主要是2v2前期能打得比較強勢 他現在WIFER這個進化是已經賺好了 IG的下一波攻擊可能等自己覆頭之貓六級會安全一點 這樣的話寶石可以先扛塔 再用大招回收 直接過來動了一下小龍是有視野的 不過肥葉哥在上半區 但這把薰前面因為換野區 他自己的野區規劃不如常規的這種六足全刷 他這把發育其實不好 小龍拿到 算了四刀 上部隊姐姐想動 電暈 勾鎖 沒辦法一二段勾鎖出去 交閃 直接過來沒有六級殺不掉 但也逼了一個資卡的閃現 還是挺賺的 而且線上本身剩下哥就有一定 血量上消耗的一個優勢 是 這波賠一下可以稍微點一下塔皮 就閃現好之前可能薰來也不一定殺得掉 因為凱南有閃 只要躲掉勾鎖 大概率有大招 可能唯一怕的就是打野一起過來的時候 自卡直接開大去溜人 但開大那個時候凱南如果有大招 也可能拖很多時間 我覺得現在IG這段時間 對上路可能沒有太多的一個想法 聖強哥有機會在14分鐘前 我覺得吃兩到三層的渡城 這把聖強哥上路對線還是對得相當成功的 這波節節的幫忙很果斷 IG這個進攻節奏沒有打出來 看看待會對於一先鋒的一個攻防戰 他們會怎麼樣做投資 因為上路這裡大概率是被壓線的情況 而且青鋼引用沒有閃現 來打團 就算大招做到人 大概率自己也是一換一 但如果讓掉這個先鋒 對於有進攻壓力的IG來說 是不舒服的 有最好的當然還是中野有沒有機會抓一波 但節節的閃現也好 先把中路附近的視野拍一拍 下路這幾波EDG壓得很兇 知道你現在打野在上面不發育 而且兩邊現在還是對於先鋒的攻防來說更為重要 打野都在往上面去靠了 訓示整理著自己家裡的一波野區 等級已經追回來了 好像想直接過來開始動 直接動 但凱南這裡其實是已經有大招了 而且當著EDG的視野開嗎 雙人組都在往上半步靠了 這波EDG應該是會接的 雖然說飛機線的動態能力也一般 但凱南有閃了 稍微先拉扯一下 都在等雙人組 但看到了哲立不過來的話 那IG還是會比較急迫的想把這個先鋒給打掉 但畢竟拉扯的位置比較遠 先鋒的耐心值已經不夠了 這裡心流上6 上6以後IG有了有了底氣啊 我現在有宇宙之輝 是的 而且知道你哲立沒有來正面 那還是浪掉了 兩邊都等於EDG這波拉扯 多花了讓IG多花了一點時間 處理這個先鋒吧 但哲立在下路也是可以去收穫鍍城 飛機自從改動這個第一個炸藥包 要來到10分鐘以後 我們可以觀察到在這個版本的飛機 昨天採訪裡面小虎也說到 對吧 就第三件其實真的我覺得在比賽中 有些時候去補守護天使是更好的 來上路蹲到了寶石 但有WINK的大招 直接把精靈球逼了出來 一級的命運呼喚它的冷卻時間還是比較長的 是的 雙人先直接換在上半區只是想吃一波冰 但是被蹲了 現在的中路飛機可能很多時候是要打進場的 因為炸藥包它每個充能的時間 雖然4缺5吧 但這個頻率還是可以跟得上後面的 每條小龍或者是大的大龍 遠古龍這種大目標物的一個作戰 因為其實真的兩件套 就盧登加一個法穿鞋 再加一個磨切 破口的傷害其實已經足夠了 但其實也要看團隊能配合到 每一波炸藥包的時候哪不拿到一些關鍵的資源 主要還是看你輔助打野的先手的強度吧 如果說你比如說你的輔助是一個太太 對吧 然後打野你已經有了一個皇子 那可能就沒有那麼必要去用超級快遞先手 但這一局其實我覺得也是可以考慮的 配合凱南做一個雙進場 炫鋼炫到 Wink這裡是進化解 Viper也是原地開大 後面有結結 但薰也是趕到 兩邊打野是在左側打起來了 這時候星球交出也是一個宇宙之輝 並沒有套到前方的一個薰 薰被套到一個薰 打出結界的一個閃現以後 宇宙之輝時間已經過了 Viper這裡的一個大招時間好像沒有結束 炎卻在後面想要封下路 但炎卻先過來 越開 過來想留住人 但是Mako是一個二閃 被沿途突回來 但是沒有後續傷害跟到 打了一發石川 Scout也是TP下來 身上帶了一個炸藥包 這樣子來到依據的一個追擊回合 Q技能還在點 這邊一直在打自己的一個連鎖閃電 這波感覺IT要爆炸 看一下後續一個強穿激光暴擊 199的法柱暴擊 由Viper帶走一個雙重 主要是在拉扯的過程中 Viper一直在續自己的一個極限暴閃 瘋狂追著人去點 而且飛機這一波過來 是卡了三個人的後車位置 主要還是這一波 我覺得關鍵在於少個精靈球 那個寶石沒辦法砸到臉上 丟炫光 前面暈到兩個 對吧 然後Viper是直接開大 主要現在你大到一個人就八成 他這個充能速度 他一開始的移速絕對比之前的版本來得高 就我們體感到這個Viper 現在感覺像開了急跑一樣 鬼步一開 走位 走位 而且他越A你越痛 Q完之後 隊友就跟到後面就可以了 這裡Viper瘋狂再點 是的 而且這板還有練到塔的一個保護 然後當飛機衝過來的時候 在畫面上畫了一個 就這個W 反過來的7 是 777 有傳承的意志 是 那這把寶塔在下路裂了呀 這裂了對於IG來說這局就很難展開了 因為這把紫卡是一個人在玩的 但你候選清剛硬打凱南一打一 很難很難占到便宜 就除非凱南有那種失誤 就塔前被你踢暈做住 然後你單殺一次裝備領先 你就可以一直掌握主動權 是的 下路雙人組這波 過來也是 稍微的守一下 就先鋒撞一頭 中彈想吃 沒吃到 320是 打也吃掉了 這對於IG來說 又是一個不好的消息 這波EDG轉中去守塔 也來得很快 上路一直在面臨塔 不要被推的壓力 這波其實IG下路那一波 是應該要打贏的 以時間段來修 對吧 就是 嚴缺都先到了 直接套了一個即時中彈上去 把月開點到半血 中路的飛機 古刀是遙遙領先 對位的一個嚴缺 是的 飛機打嚴缺 候選出來舒服的原因就在於 這種 對面這種中彈是單人線上面 沒辦法給你壓力 要逼你出小隱魔刀的 哇 VIPER很兇 直接上去開大 炸到 溫克這裡的血量一直被兇 尋住在旁邊 那塔下已經 結實了 這波心流感覺大招 但是他看到那一波 VIPER已經追到塔下的時候 再交也來不及 2.5秒的落下時間 這AD大概率是已經倒了 下路直接推掉外塔 四個人頭在身上的VIPER 這把 舞台有點大 EDG 上一把 誒 玩個盧納 結果發現不好使 還是跟著設計師的思路走 設計師希望哲立回來 他就回來了 帶著他的小電槍回來了 這也不太公平 現在都不能出電刀了 但你還有 哈哈哈 大IG有沒有Plan B呢這一局 喔 Scar的這把 依舊是一個大面具喔 溫克剛剛是先用Q 少了一個後跳 被大刀炸到 雖然只有單層 就用這個小移速追著點 然後最後一下 過程中 這個充能充滿了這一下 平A都還不用出手 我覺得大面具的削弱 沒有削到那麼大的點 他削了10的AP 但他沒削大面具的 生命百分比 傷害啊 對吧 你別的英雄都是直接砍那個 生命百分比的 是 現在選手還出 主要還是因為這個百分比 對 因為大家的血量都多嘛 這件裝備就很容易達到 1250的 百分之十外 十二傷害的額外征服 那這個二先鋒 一體就要直接去拿了 現在不太敢過來做視野 下路現在完全沒有優勢 上單位也是被壓到壓得比較多 雖然兩個上路現在都還是000 這把鏡頭就除了一開始抓了一波茲卡閃現 也沒有什麼帶到上路 主要是這把卡利斯塔 確實發育的有點差了 嗯 然後飛機現在也是一直在超前發育 第二座的鞭塔是EVG浪給了飛機來吃 又補300個人經濟 哦 月開這把是選擇出破碎王后之免 從60的AP也是增加到了10 嗯 也加強了 就難得裡對面飛機少的那個被被他偷了 現在這個 趕緊走開 破碎王后之免之上啊 經濟已經紅綠燈了 這裡對IG來說 算是被打花了 但這個組合還是有劣勢一波完美團的機會的 就看寶石大刀落下來 前排頂進去 眩光眩幾個 當然難度還是很高很高 二先鋒 從路外塔撞一頭 這個位置飛機有炸藥包 再往前壓 想撞第二頭 不太敢上來啊 薰現在進去 這傷害有點高了 都還沒捅上去 心願護衛都沒有機會開 阿塔直接推掉了 這局應該30分鐘前 如果EDG不出失誤的話 應該是可以拿下這一局 那我們就可以有決勝局來看 因為現在都還不是EDG陣容的一個真正的一個發力棋 場面上的優勢和主動權就已經比較明顯了 這局新游比較有趣哦 他也出了班比的龍渣 但他這個神話裝感覺會很脫 EDG待會兒 正面就等凱南 兩件套 法穿出來 然後自己家的輔助 對吧 來一個皇冠 皇冠現在出了 這邊左邊也在提示 兩邊先攻賺的錢 你看這個符文真沒有以前 這個行切遇到錢 如果前20分鐘的賺錢能力 但他畢竟後面是有一個增傷能力的 就增加傷害的能力 而且後面賺錢就開始快起來了 尤其是飛機 待會兒摩切出來 一個大導彈 或者是那種優勢級的依澤瑞爾 一個大就先賺個100 主要是前期可以稍微理一下才 如果線上對線沒有 感覺沒有什麼壓力的情況下 感覺現在還是很多選手願意去帶先攻的 我覺得還是跟那種 俠比內準的那種狀態有關 對吧 就是跟之前一樣 就是你不出破箭者 對面出破箭者 你就難受 你就很虧 現在中端都在先攻 就感覺你是虧兩個破箭者 你也很虧 對吧 就是這種感覺 摩切馬上出 身上也有買錶 而且這個視野壓力 對安全來說的話也是比較大的 是 發破兩件套 直接收了要來了 因為青鋼已經就位 但閃現交的很果絕 Mako這裡不給芝卡留人 那最後 暈克這個大招也是浪費掉了 好險心流沒開大 心流如果開大的話 就是 交掉的技能就太多了 是的 T的位置比較危險 在斯卡特落地有一個 W沒有危險 沒有後續 正面宇宙智慧來了 這是IG找到的一波機會嗎 經濟G直接拉開 但是沒有直接能夠開上步驢 全浪費掉了呀 顏頭突到了斯卡特 但這個位置芝卡明顯不敢進來 Pyper剛還在找側翼的牆 看有沒有W直接打一個 AOE減速的一個機會 經濟的差距還是過大 這波看似是一波上去的機會 但對面的閃現其實都沒有逼掉 就逼了一個 就是 傑傑跟Mako的閃都是上一波就逼掉了 是的 逼了一個傑傑的閃 輔助閃是上一波 紫卡逼掉的 因為第一波的配合其實是希望 青鋼引在後面能去留一個人 然後順帶這寶石能夠撞進來 把這個團開起來的 你看斯卡特這個應該也是 大夥直接守護天使 這兩天套的Poke 其實正面IG已經有點吃不消了 我真的蠻推薦現在 如果在峽谷裡面玩 飛機的玩家 勇敢起飛 當然不是亂飛喔 還是要省時度勢 現在上校也是出來發話 20分鐘 大龍上班的一個時間 認為現在已經是個7-3的局面 我個人認為應該再高一點 可能還是尊重了 IG這個寶塔的一個 之前在聯賽裡面打出來的 那種完美團的 刺激喔 大龍是做了視野的 還有幾個人在這裡蹲 這一波寶石大招還沒有好 主要現在IG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算他創造出了一個 流到Scott或Viper 雙溪去定點 把所有技能O-In一個人的機會 但還有一個列納塔 很容易被列納塔的W在這種 因為你進去的人 大概率是打先手的那幾個人 因為裝備落後太多 對面的傷害太爆炸 你空一個C另外一個C殺一個人 然後就把你先手的那個目標又救回來 WINK現在第二箭的羊刀都還沒掏出來 野區的視野也被EDG又排掉了 這邊還要過來補眼 下半球是看到了趙姓的一個位置 而這種大招也就意味著 當你烈士輔助等級提不快的時候 寶石的每波大都會變成關鍵 是的 而且現在這個烈士是一波打不回來的 而且EDG現在也沒有太大的時間壓力 小龍也是領先一條的 可以等下一條小龍 他這種一波要打回來要怎麼樣 就是什麼中路EDG還不能那種三路兵線在自己家面前 還得在那種中路十字路口打 因為你殺完人 還有機會拿 你還要推塔 對吧你還有兵線 戰略點 去拿戰略點 要不然經濟這個差距還是太大了 現在問題是如果IG準備打資源團錢 可能就會被Scout消耗得比較難受 Scout三件套守護天使也是順利的合成 野區看到了結結 結結直接不給你機會 是的 就怕你O-In我 而且這波確實打野被O-In死 對面B大龍的話 那EDG這波就會給到IG 我們說的那種三路兵線有一個池中 然後正面B EDG過來打 IG開得完美 把對面雙膝殺掉 拿一波大賞金 然後再拿一到兩個戰略點 經濟從一萬或者是九千 直接咬回三四千 對吧那這就是 EDG不想見到的 所以結結沒閃 也是直接交大 這波是拿了小龍 IG換了一下大龍區的一個視野 但是EDG直接就過來了 這個W 是 剛才在中路穿了一下 也是直接三分之一左右的血 是 哇 這 這一發打了一千 飛機在旁邊說 啊 兄弟 原來你才是Poke英雄 就 隔牆吃兩個W 感覺要回家了 我覺得有一個英雄要哭了 就左一 過來在野區 輕感應 趕緊勾索 跑一下 但是寶石已經沒有狀態了 左一說你憑什麼呀 對吧 我這E還會被 我的脆皮氣泡還會被別人打 是 你是在W一穿穿 穿AOE 九號還是裝備領先 對面又是小脆皮居多 正面直接逼大龍了 GOD跟聖江哥在龍坑上方 明顯是想逼人過來 正面能留住人嗎 姐姐過去 想來紫卡 紫卡一個E技能 拉開以後 躲了一下沿途 又是一個強穿激光 凱南找一個位置進場 變了四個人 宇宙智慧落下來之前 已經先帶走了紫卡 二一收破 收縮過去 先收回一個輔助 在薰之間原地被融化 完全沒有人在 在阻止Viper的一個追擊 而另外一邊Wink 是直接被姐姐痛灌天靈給痛死 這就沒了 只剩下了輔助 霧靈靈的寶石 只能說Viper很狂 你剛剛聽到那個 哲力說了一句話嗎 他說這就沒了 他還想要更多 這個傷害已經有點看不懂了 而且聖江哥的閃現進場 火箭要在閃現進場的位置 對於在撤退中的IG來說是 當頭棒喝 咦 搞不好這個鏡頭是沒有人 只飛機沒有來幫忙打 帶了一波線 剛剛拿下三殺 現在無盡有了 就綠叉這一件是可供情況下選擇 但我問了大部分玩哲力的解說夥伴們都跟我說 綠叉是最舒服的 你疊滿了那個華爾茲的儀素 配上本身極限暴閃 這裡直接融化掉 宇宙智慧來不及 有膽進場大招 加上隊友補上的一個輸出 欸 鏡頭回來 WINK已經是在野區被抓到了 VIPER套著幾次救難 這傷害 最後一下 最後一下 心球給自一口奶奶不回來 VIPER直接滑到對面高地去了 太痛了 那接下來不知道又會不會 下地賽掀起一股LPL的哲力熱潮 至少這第一場的加強夠的哲力在12.11版本 EDG下路的大優勢 沒有發生我們說的那種下路是劣勢 然後要爭取發育的情況 一定就這個陣容 照理來說25分鐘 一波對面是挺離譜的 主要是感覺12.11 第一把的WIPER的這個哲力 開了一個很好的頭 現在是夏日發火 IG是不願意做一代幣的 就算要輸我也要站著輸 但剛剛踢上去的那一波 寶石的大招還沒好怎麼辦 寶石現在才十幾 還沒有二級的大招 有沒有機會能把這個兵線稍微輕一輕呢 搞得一貼臉輸出 還看也是直接被POG死了 越開剛剛啟蒙密已經是換了一個回籃 應該是在洗自己的 VIPER這裡炸到了兩個人 VIPER的收割就要開始了嗎 而一收割 但是聖強哥是拿到這個人頭 IG也知道這波面霸在打了 VIPER已經有點上頭 直接閃到對面的泉水面前 卻剛炫了一下 但是只有一箭半的紫卡 根本沒有辦法 跟拿著激光槍的VIPER來互點 哇 精神結束又直接被VIPER超神 讓我們恭喜DG 在第二小區是追回了一分 兩個隊伍現在贊成了一個1比1 平手 是 看一下決勝局 最終誰能帶走這個 比較重要的一個夏季賽 初期的一個大分 我感覺這把的內容 其實對於12.1來說 還是比較明顯的 尤其是